在布农族小朋友的悠扬歌声中 一年一度的全国布农族 摄尔季传统技能竞赛 在高雄纳玛夏揭开序幕 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布农族乡镇 全都齐聚一堂一较高下 高雄市长陈其迈穿上 布农族传统服装出席开幕式 看着混合汉字与注音的小超 陈其迈展现十足诚意 用布农族语欢迎来自各地的布农族伙伴 受到全场热烈欢呼 赠送礼刀给参与这场盛事的 九位乡镇首长还亲自待在现场 观赏摔角赛事 那马夏以前叫神仙住的地方 有好山好水 尤其萤火虫 还有水蜜桃 还有人群味 龙虚菜 都非常的丰富 希望和您大家能够来 我们那马夏这里旅游 那我们总共连结了将近有50个平台 所以可以透过这个线上呢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看到我们摄尔季的 传统文化的意涵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设计的 这个全程直播呢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 就已经超过3.2万人观看 为了这场全国布农族的盛事 高雄市府不但挹注500万的金费支持 更加码修缮场地提升设备 实无前例推出 祭典与赛事的网络全程直播 也让这场布农族的盛事 可以让更多人共襄盛举 明世新闻 邓山田 高雄报道